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話題 那就是曹操的兒子曹丕是不是太無能 所以沒看出司馬懿的威脅 導致曹衛三代人的基業 最後被司馬家整碗磅了 這主題其實我在當初拍司馬懿的影片時就想要講了 沒錯新觀眾朋友可能比較不知道 從2018年英雄說書開台以來 我們就陸續有過三隻司馬懿當主角的影片 如果不是現在要拍這支片 我都快忘記自己講過二公子仲達的故事了 當時訂閱數應該是在5000以內吧 如果底下有那時候訂閱的觀眾朋友 麻煩留個言讓我知道 你們都是5000精銳士兵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沒關係 把握這支片 現在訂閱都還有機會成為25萬大軍的一員 好啦訂閱催完也要言歸正傳 本支影片主要人物是曹丕與司馬懿 司馬懿我們過去介紹比較多 但曹丕相對就聊的少一點 所以開頭會先做個有關他的簡單背景介紹 方便聽眾朋友了解 然後再來剖析兩人之間的情愛糾葛 但完整的曹丕故事就留在未來 有機會另外做影片說明囉 曹丕自子環 他是曹丕的第二個兒子 不過由於母親是變皇后 所以在宗法上就是所謂的敵長子 具有繼承人的權威地位 這未必全然是好事喔 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壓力 一來你不能表現得比其他子女來得差 二來要是敵長子最後沒有繼承 那個被猜忌清算的風險也是很高的 根據曹丕本人在點略這本著作中寫道 我出生在一個亂世啊 那時候董卓追殺皇帝 毒害皇后 意圖顛覆大漢政權 每家每戶的百姓人人自危 地方的周牧太守決定起兵救國 最有名的就是關東陶董聯軍 然而聯合軍最後卻因為內鬥 爭奪私人利益而分裂 導致各地又陷入戰火之中 原本成吉的黃金賊與黨 又重新作亂 在我的故鄉眼周肆虐 那一年我正好五歲 話說我們頻道有不少國中高中的同學 你們在升學路上應該都會遇到要寫自傳的時候 而點略可說是曹丕的個人自傳 加上文學評論的總記 我覺得值得一讀 就像他爸曹操是個文學家一樣 曹丕對於賞悉作品有不少獨到見解 雖然我們經常說 他的創作才華比弟弟曹職遜色 但我認為以文學領域來說 評論文學 計時文學 報道文學 詩詞創作都是不同的專業 而曹丕呢 雖然在詩詞歌附中 沒辦法得到溫暖 但在評論作品上頭 卻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不說別的 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 建安妻子名號 就是曹丕他所立下的標準 他挑選出七名作家 細細詮釋這七人的作品 如何能夠代表 東漢建安年間的文人寫作精神 以現代觀念比喻呢 點論就是一本建安文學史 曹丕留下這本書呢 對於文學界的貢獻 其實並不亞於寫出好作品的作家 要當亂世兼雄曹丑的兒子 真的很不簡單喔 在剛剛講到的自傳裡呢 其實還有補充 曹丕啊五歲的時候 開始學射箭 六歲呢就能掌握技巧 但還沒完喔 緊接著還要學騎馬 八歲時呢 他就能夠結合這兩項技能 成為騎馬射箭的童心 既然都可以自己騎馬了 接下來老爸出門打仗時 曹丕就會跟著 一起行動 有些人會說 欸這段記載 是不是有一點吹牛啊 我反而呢 持比較樂觀的意見 未必喔是完全不可能的喔 因為呢 我最近啊 才被一件事情給震撼了 我有朋友家的小孩啊 還在讀幼兒園 因為很嚮往溜滑板 父母呢 就送他去給專業的教練指導 學了一年下來 已經可以做各種 空中花式動作耶 他爸媽也不是什麼 運動健將啊 你現在送我去學呢 不要說一年學不學的會啦 搞不好學一個月呢 我就要打石膏在這邊說書了 小孩子的學習力喔 真的不能小看 至於曹丕隨軍打仗這件事情呢 他沒說是衝鋒陷陣啊 如果是跟著大部隊後方移動 我認為呢 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小時候呢 上上才一般 生存遊戲體驗營還說得過去 但接下來的事情喔 大概啊 也就我爸曹操才比較有機會經歷了 曹丕十歲呢 陪爸爸南征荊州 經過晚城的時候 守將張秀先是投降 隨即又反叛 這個變故啊 突如其來 我們在點尾的影片中呢 有做說明 而曹操不只折損了虎將點尾 也痛失長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的親人 而十歲的小曹丕記憶中啊 他是騎在馬上 逃離了晚城之戰 又隔沒多久呢 曹操元少爆發官渡之戰 曹操啊 親自帶兵齊齊對手糧倉 曹丕呢 目睹父親打出一場三國治理的 傳奇勝利 接著曹丕十七歲 繼續呢 跟著老爸掃蕩河北 來到元少家族的大本營夜城 青年曹丕啊 這時候也頗有老爸 勇往直閒的風格啊 他率先進城 直奔元少他們家眷居住的房舍 想必是想要先幫曹操確認一下 有沒有姦系埋伏 意測安全 結果沒有遇到姦系 倒是呢 遇到了元少二兒子元希的老婆 有河北第一美女之稱的 曾福 當時啊 曾美人年紀二十出頭 和曹丕之間的年齡差距呢 剛好是一個高二生 遇上讀大二的學姐這種概念喔 傳聞呢 曾福也是很愛讀書 他九歲的時候 就會搶哥哥們的毛筆寫字 還被虧說喔 你不學刺繡學念書 長大是要當女博士呢 對比我們熱愛品評文章的曹丕 我覺得呢這兩位文藝青年啊 是一拍即合 在房間裡面討論文學的機率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高啊 隔年呢 曹丕的兒子 未來的衛冥帝曹瑞就出生了 好啦曹丕前半生懶人包 我們介紹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有一些關於他婚姻啊 如何在繼承人選中脫穎而出的故事 就留到未來的專題影片慢慢聊 之前呢我在跟柳玉合拍的 英雄聊天室裡頭我們有講到 曹丕雖然是宗法上的嫡長子 但他其實呢很晚很晚要到建安22年 公元217年喔才確定了太子之位 距離公元220年曹操過世呢 剩下短短三年 接下來啊就要跟大家聊聊 我們曹丕與司馬懿 欸嚴格來說不只如此 是曹丕與一干朝廷壯成間 複雜的派系關係 而這段故事呢 也並非以他確定太子之位 當起點 我們可以往前六年追溯到公元211年 曹丕當上五官中郎將兼副成相 開始說起 大家知道喔 曹丕曾經擔任過大漢成相的位置 而在當時呢 儘管他權勢已經不低 可是要說未來十拿九穩會逼迫漢先帝退位 坦白講啊 除非是未來人 否則沒有誰敢做這麼篤定的預測 因此呢 與其說曹丕是要徵竹太子的寶座 不如說他是要當成相的接班人 可能會更貼切 而成相這個位子呢 不是老爸說給你就給你的啊 鄉土劇跟好萊塢電影都有演過 公司裡的派系支持呢很重要 因此五官中郎將這個官職啊 有個Mega 那就是呢 可以開府 組織自己的小內閣幕僚 而巧的是呢 他弟弟曹直也在這個時期呢 被封為平原侯 憲侯按照當時的規矩 同樣喔 是可以自己招募加成的 有沒有一種曹操在暗示 欸你們兄弟啊去打一架 贏的人呢 再來跟我領賞的感覺呢 而司馬懿 終於要講到本片的男配角司馬懿啦 他其實喔 年紀比曹丕大不到十歲 當曹操做成相的時候呢 他也加入曹營沒多久 獲聘為文學院的官職 因此認識了曹丕 有點像鄰居大哥哥的那種感覺喔 但他的官職呢 都不算太高 司馬懿認識曹丕的時機點 如同前面所說 正是呢他和弟弟曹直各自招兵買馬 繼承人大戰啊 打得火熱的時候 說來好玩啊 我自己會認為呢 曹丕在權力鬥爭這一塊 並不是非常出色 我指的是呢 他可以用漂亮的手腕取得勝利 曹丕最後是有逼退了曹直 也取得太子的名分沒錯 但他同時也留下了 殘忍惡毒的評價 說到底喔 爭權奪利很可能真的不是曹丕的強項 前面說到呢 我很欣賞典論裡的那一篇自傳 假若翻譯成白話文啊 是可以投稿文學獎等級的散文喔 很可惜呢 東漢那個年頭文字比較流行奢華風 曹丕後來能順利打壓政敵 在朝廷樹立起威望 有四個人喔算是功不可沒 俗稱的曹丕四友 司馬懿呢算一個 另外還有建構起九品官人法的成群 剩下兩位呢 則是吳直還有朱碩 也有史書寫朱樂的 今天啊暫且不提 話說曹操過世曹丕即位位位王的時候呢 封了檯面上三個表態支持的老臣 賈許、劃欣、王朗為太位、相國以及御史大夫 而另一方面呢 他的兩個好朋友 陳群是擔任尚書 司馬懿則是大漢丞相長使 透過這一串人名啊我想表達的是呢 曹丕在即位的時候 儘管他贏的不算漂亮 可是他做到了一件曹操原本沒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軍政平衡 由於繼承人大戰期間的風風雨雨 曹丕對於姓曹的宗親是有顧忌的 反而呢對於當初自己五官中郎將時期 小內閣的成員會比較信任 這對皇清國期不是好現象哦 但對於要延續一個國家來說 未必是壞事 曹丕是不是一個好皇帝啊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可能不方便寫出內心話 畢竟他是進朝人 曹操啊已經寫的英明神武了 你必須設置一個轉列點 才好名正言順的呢 讓接下來的司馬家取位而代之 而三國志中其實對於曹丕 為什麼和司馬懿感情升溫 最後成為好朋友的過程沒有詳加敘述 只知道呢司馬懿與陳群無職是有私交 答案是啊 無職呢後來罵過陳群也罵過朱碩 獨獨沒有罵過司馬懿 而司馬懿呢一方面與曹丕四友保持良好關係 另一方面呢他還與曹魏的忠誠 講妓交情婆家 顯然喔是個沒什麼政敵的男人 我們在司馬懿的前兩支影片裡有說過 他答應幫曹操工作的面試過程啊是有點曲折 有點像是呢被半強迫的請出山來 而在曹操有生之年 司馬懿一直沒有太耀眼的光芒 到了曹丕主政期間呢 由於與年輕的老闆意外投緣 開始官運亨通扶搖直上 但他距離政壇明星的等級呢 仍然喔有落差 成群啊都比他講話大聲 等到曹丕過世前 他對司馬懿的好感度 到達了五顆愛心全慢 會觸發特殊劇情的等級 封了司馬懿為輔軍大將軍 命令他鎮守許昌 甚至喔說出 我在東邊啊西邊就交給你 我如果在西邊東邊就交給你 不管怎樣我們都要背靠著彼此 這種肉麻噁心的話喔 同時呢曹丕也命令司馬懿成群 曹真三人擔任兒子曹瑞的托孤大臣 然而呢曹瑞即位後啊 首先就做了一件事 新建宗室宗廟 這很明顯呢是想要重新提振 曹氏家族的權利 而托孤大臣中正巧也有個 我們之前講過的虎豹大將軍曹真支持 兩人啊打心旗鼓 與蜀漢東吳交戰好不熱鬧 這裡呢我不會認為喔 曹瑞做了錯誤的決定 事實上呢他和老爸曹丕的生長環境完全不同 他的接班呢也沒有太多風風雨雨 沒有經歷過人生低谷 你不會曉得風雨來的那一天啊有多麼猛烈 對於曹丕來說司馬懿是一個一起共患難過的大哥哥 但對曹瑞來說呢司馬懿卻是和父親同輩的師長 兩者呢有先天上的距離 我不是要幫司馬懿日後的叛變找藉口 人世間本來就很難有更古不變的友情或親情 歷經侍奉曹家三代的司馬懿 發現呢小老闆對自己的感情淡了 而這間超大型企業的經營理念 似乎也不再是熟悉的模樣 那接下來我是要繼續當魏國的大臣 又或者內部改革另起營造呢 殊不知啊在司馬懿內心還糾結掙扎的時刻 曹家仁呢就已經先動手了 終於引爆了撼動魏蜀儒三國情報圈的高平林之變 欲知詳情如何且聽下回分享 好啦故事說到這喔 曹批都已經過世了我們還是要做一個結語 曹批算不算一個好皇帝呢 以我個人觀點來說絕對是及格的 就算我討厭他的人格特質 但前面講到曹批他在平衡宗室 與朝廷重成權力方面做得很到位 更深入講呢 曹批沒有預料到司馬懿後來對曹家仁的威脅 這算不算無能呢 嚴格來說三國時代曹魏的名城 在曹操曹批兩代任內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為司馬懿是會造反的 司馬懿呢也不像那些檯面上檯面下炒著要糖果吃的大臣 急急營營的要提升自己的官位 不知道觀眾朋友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的司馬懿啊與曹批年輕時的心態可能有意外的相似 他們最初的權力魔法都是別人給的 曹批不能選擇他敵長子的身份 但當他必須開府招聘幕僚時 各方人馬就紛紛湧來想要協助他上位 同樣的呢司馬懿獲得曹批賞士 也像是中了意外的樂透大獎 隨著他被時代浪潮逐漸推向高點時呢 終究必須做出讓還活著的支持者滿意的決定 一兩年前我在某隻司馬懿的影片結尾時 引用古龍的名言說 一個人到了江湖 有時做很多事都是身不由主的 今天爬梳了曹批這個人成長過程後 重新回頭去看 如果我是曹批啊 儘管對於結果感到哀傷 大概還是不願責怪司馬懿吧 再給他一次選擇機會 依舊會說 重達啊 我就是一個大笨蛋啊 兒子拜託你了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